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媚的一个大 情调心情好 开开心心的录出一首歌 想知道 今天又会有多少高兴事 和大家在一块 看天空 太阳和月亮怎么挂两边 看脚下 鲜花和绿叶怎么成一朵 看着背 揉揉揉揉的人们在一起聊着点 仿佛一幅画 想看我冰的乌鲁一大窗 把牙刀丢一边 快乐的风吹轮流转 整天高的星星似山虾儿 亲戚啊啊说个笑话 仅仅数快两摇 莫莉心茶一大半 仅仅品数来一团 快乐的圣诞静摩场 整天高的星星似山虾儿 就会有快乐来到我身边 看我冰的乌鲁一大窗 把牙刀丢一边 快乐的风吹轮流转 一高的星星似山虾儿 亲戚啊啊说个笑话 仅仅数快两摇 莫莉心茶一大半 听屏书来一段 快乐的圣诞静摩场 一平高的星星似山虾儿 就会有快乐来到我身边 你们怎么都在睡觉 堂诗背得怎么样了 这么多诗一天怎么能背得完吗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都背下来了 都背下来了 那好我现在就开始检查 铁袋从你开始 那好吧 那你就背一首敬夜丝吧 敬夜丝 怎么该不是偷懒没背吧 敬夜丝 对了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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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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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太好了,那我是不是也不用背了 你又没有生病,起什么祸 你别想给我偷懒 你不但要背,而且还要多背送尸首 为什么 这样等铁袋的病好了 你就能替铁袋补习功课了 这不公平 好了,让铁袋好好养病 我们回家去吧 妞妞,你可要好好背书 明天我来考你,可不许偷懒啊 这么多的书,我可怎么背呀 真羡慕铁袋啊 不但可以不背书,还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 背了一天的诗,真是累死我了 我要是也像铁袋一样生病就好了 对,我也要生病 可是怎么样才能生病呢 对了,这么冷的天 只要我站在外面,一定可以动感冒的 好冷,好冷啊 这么冷的天,真是受不了啊 不行,为了能生病,我一定要坚持 好冷啊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还是被窝里暖和呀 算了,先睡觉吧 妞妞起床了 妞妞快洗脸,等一会儿到书房来 我要考你昨天背的诗 烦死了,一大早就要背书 真烫 我有办法了 可真烫啊 不行,要忍住 嗯,这下应该可以了 嗯,妞妞,你怎么还不起床啊 哎呀,头疼,我好像发烧了 发烧,是不是真的 真的好烫 看来的确是发烧了 哎呀,我的头好疼啊 嗯,好吧,那你就好好休息 今天不用背诗了 哎呀,哎呀 不用背书真是太好了 可以好好休息了 让我美美的睡一觉吧 妞妞,快起来啊 妞妞,快起来啊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哎 嗯 嗯,嗯,嗯,嗯 真好吃 妞妞,感觉好点了吗 来,吃个苹果 哇,好大的苹果 妞妞,看 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棒棒糖 哇,棒棒糖,我最喜欢啦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妞妞,妞妞 嗯 妞妞,好点了吗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啦 啊,是糖葫芦,美梦成真啦 不准吃 生病了怎么能吃糖葫芦呢 得吃药才能把病治好嘛 来来,妞妞 快喝了这碗我特意为你熬制的中药 这样你的病才能好得更快 嗯 嗯 嗯 好苦啊,我不喝啦 不行,一定要喝完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 你不吃药,病怎么能好呢 嗯,可是 乖,听爸爸的话,快把药喝啦 妞妞,你爸爸说的对,生病就要吃药 好,快喝吧 嗯 这就对啦,我再给你熬几服药 你的病应该很快就会好了 嗯 嗯 原来生病也这么受罪啊 嗯 嗯 嗯 加点黄莲 加点当归 加点虫草 加点鹿绒 嗯 再加点枸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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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里面一定煮了什么好吃的东西 再煮一会儿就可以给妞妞喝啦 嗯 一定是什么味道鲜美的汤料 嗯 什么怪东西 真是难吃死啦 咳咳 妞妞,快点把药喝啦 嗯 还要喝呀 不喝行吗 不行 生病就得吃药 这药我可特意加大了剂量 啊 还加大了剂量 是啊 这样才能让你的病早点好嘛 可是我又没有生病 你说什么 啊 没什么 我说我喝就是了 嗯 这就对啦 妞妞越来越懂事啦 妈呀 苦死我啦 掌柜的 听人家说发烧感冒要用五 什么五不五的 五就是用几床厚棉被 盖着病人 让病人出一身大汗 这样一来 寒气也就跟着消了 有道理 小六子 快去拿被子 好嘞 这被子怎么有股味道 只有这些旧被子了气味不好也没办法呀 算了只要能发汗就行你帮妞妞盖上吧 好嘞 好嘞 我不冷啊 我不要盖被子了 妞妞要听话 出了汗病就好了 好重啊 我都动不了了 早知道这样 我真不该装病啊 罗老板 还劳烦您特意来看望妞妞 哪里哪里 不过顺路过来看看而已 请请请 妞妞快点起来 罗叔叔来看您了 请 哎呀 妞妞的脸怎么这么红 一定是还在发烧 奇怪 怎么用被子捂了一晚 还不见好转 郑老板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发烧怎么能用五被子这种土办法对付呢 那应该用什么办法 当然是用我们的国粹了 国粹 就是针灸啊 早年间我倒是学过 不过已经好久没有用了 针灸 什么是针灸 针灸就是用细细的 尖尖的针插到身上 然后 这里插一根 那里插一根 这里再插一根 那里再插一根 总之 当全身都插满针的时候 什么病都好了 全身都插满针 还不成刺猬了 有道理 这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 应该不会错 这下可完了 好 罗老板 那就有劳你帮 妞妞针灸一下吧 好说好说 我这就去拿针来 我不要扎针灸 我没有生病啊 你说什么 别给我扎针灸了 我坦白还不行吗 其实 我根本就没有生病 我是用热毛巾 把头敷热了 假装发烧的 我不过就是为了能像铁袋一样 不用背书 顺便吃点好吃的 所以才装病呢 我知道错了 现在我知道了 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背书算什么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撕 而且 充满不屑升起 让你惊喜的梦里 广告悠悠悠悠的 就会拥有美好的回忆 小镇里充满了生命 让你惊喜的梦里 热热闹到我们的美丽和心情 说出我们自己 耶 小镇里兰